原住民的野菜文化也能够进行国民外交 印度驻台实质大使馆 印台协会会长一行人 日前来到了花莲参访 参观花莲县原住民野菜学校 并看县长许正位 就农业、观光、原住民等议题进行交流 期盼未来有机会合作带动城市发展 1995年成立的印度台北协会 是印度对台湾派驻的实质大使馆 印度台北协会会长戴国兰 一行人日前抵达花莲进行参访 受邀参加花莲原住民联合风年节 并且前往花莲县原住民野菜学校参观 由县政府原名处长陈建春 和原住民族野菜学校校长吴雪月 导览介绍野菜学校 随后与花莲县长许正位 共同针对了农业、观光、原住民等议题来进行交流 印台协会会长表示 感谢花莲县政府邀请 能有机会参与花莲原住民联合风年节 赞许花莲保留并联系原住民文化 并表示自己虽然待在台湾一年多 却没有机会来到花莲 而这一次也留下了好的印象 未来也将会多次造访 县长许正位也邀请印台协会会长 希望12月能够前来参加国际曼时论坛 会后制证了花莲、大理石石灯、蜜香红茶礼盒、红面鸭等周边纪念品 会长也回赠了印度传统首座围巾等 印度台北协会表示 未来将持续致力推动合作 希望有机会促成印度部落原住民 站上联合风年节舞台 发挥印花伙伴的关系 有效带动城市发展 记者蒋邦彦 花莲市采访报道